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JB嚴選 這一週要Review的電影是 波西米亞狂想曲跟大君主行動Overlord 波西米亞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呢 講的是皇后樂團 以及傳奇主唱Freddie Mercury的 音樂故事 你講的沒錯 這個電影的劇情就是這樣子 我講的也沒錯 沒有錯 我剛剛腦中一直在想說 還有什麼可以講的 但是沒有的就是只有這樣子 你喜歡Queen的音樂嗎 還不錯 對 我除了有一首怪怪的就是他Bicycle 你知道Bicycle嗎 我比較不熟 Bicycle Bicycle 反正他這樣非常低能 但是說到低能 ACDC 有一個 有一首歌叫Big Boss I got big balls I got big balls 對 You got big balls 70年代 80年代人都怪怪的 這部電影我覺得 他先講他的好的地方 飾演Freddie的Rami Malek 我覺得他演得很好 他揣摩佛萊迪他的一平一笑 他在舞台上的各種動作 唱歌時候的神態 對 都非常非常的好 是飾演團員 Brian May 那些其他的鼓手 Bicycle 他們早來演的人 也都非常的微妙微笑 而且我發現那個Bicycle 演他的人是 侏羅紀公園第一集裡面那個小孩 然後看他長大了 講到皇后和尚團的成員 就不得不提 其實在裡面Brian May Brian May 除了是美國搖滾樂團的傳奇吉他手以外 就是美國如果排前100名的搖滾吉他手 他絕對會在裡面 而且排面還蠻靠前面的 對 他同樣還是這個天文學還是物理學的教授 你剛才說美國嗎 是英國 英國 對不起 就是不用講英國 西洋 西洋 然後這個 同時是這個 天文學還是物理學的教授 然後還是英國某個大學的前任校長 所以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 這個電影裡面有提到 對 你也是Brian Yeah I'm a star mine 剛才講到哪 可是呢 雖然說他們的演出非常的好 這部電影 他的公式性非常的強烈 他完全就是找一般的那種音樂傳記片在走 我們看到這個樂團 或者說是Freddy也好 他們發跡的過程 他們從一開始無名小組 然後加入了樂團 在各地表演 累積聲勢 然後最後出專輯 得到廣大的迴響 然後巡迴全世界 然後團員之間卻彼此發生了一些爭執與衝突 然後Freddy的生活方式 與他的專業的那個 專業的工作的一些倫理產生了衝突 然後他的同性戀的事情 然後跟團員鬧不合 要單飛怎樣 然後最後再來一個大和解這樣子 你在很多的這樣子的電影裡面都可以看到 我甚至覺得說 你把這部電影裡面的人名改掉 然後一些事情的一些小小的東西改一改 它就可以變成一部 槍與玫瑰的傳記片 變成一部邦橋飛的傳記片 其實你這樣也沒錯 因為那個年代的搖滾團體 大概的故事就是這樣子 就是台上很精彩 台下也非常精彩 然後都是這樣子 因為女人 因為毒品 因為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分分合合合合合分分 那個年代搖滾劇情就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說 你的主角是皇后樂團 這樣子一個重要的音樂的一個指標 應該要有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對 要做一些特別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Brian Singer他沒有抓到一些不同的點 沒關係 這過一陣子我們會有Rocketman 就是Elton John的 喔 說到這個 那個 欸 彈一彈然後全部都廢起來 你說到這個 這部電影 Bohemian Rhapsody 他大概有四分之三是Brian Singer拍的 喔 可是他後來因為那個性騷擾的醜聞 他退出了之後 戀童癖 戀童的 對 很嚴重的事情 來接手 知道把剩下的東西拍完的導演 叫做Dexter Fletcher 他同時也是 艾爾頓強專輯片Rocketman的導演 所以 等那一部Rocketman上映之後 也許我們會看到一些相似的地方 那 這部電影最 波西米亞狂想起雨 最 讓人津津樂道的地方 就是他 電影最後的20分鐘 是在重現皇后樂團1985年 這個Live Aid 慈善演唱會的表演的場景 那一段真的是非常棒 非常的知回票價 就是他在那個 練歌的那個就是 你說跟台下觀眾那個 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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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you 可是電影也沒有把Fuck you 那一段演出來 對 他非常 細心的去重現了 當時的那個盛況 連Freddy在彈鋼琴的時候 上面擺著的飲料 他們都非常的去 非常 講究的去把它重現出來 然後整個的 簡介啊 再加上那個原因重現 非常非常的精彩 如果是搖滾迷 皇后迷 看這一段就會看得非常的開心 現在還有皇后迷嗎 我覺得還是有啦 因為他們的歌實在太紅了 像We will rock you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覺得就算是 沒有特別在研究西洋音樂的人 也會知道所有這些歌 沒有人 就是這些歌沒有人沒聽過 只要是廣告 或者是 什麼東西 運動比賽 一定都會配這些歌啊 然後你知道最近在YouTube上面 就有一連串的這個 這個影片 叫做 我第一次聽到皇后 然後都是黑人 然後那個黑人就 就說我這輩子 我們從沒聽過波西秒 我們來聽聽看好了 然後就聽 Oh what the fuck is this Oh this is incredible Wow 這種感覺 It's a great shit man 就是 非常假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在幹嘛 其實那種 YouTube 什麼reaction 那種都是在演的啦 對啊 YouTube YouTuber啊 我真的好愛YouTube 我們為什麼扯到這個 總之呢 這部電影 如果你是皇后樂團的粉絲 你看的一定會很開心 雖然 如果你不太去計較說這部電影 它很公式化的話 對 那你整體會給幾分嗎 我給六分 我給六分 我給六分的標準是 對我們從來 我們從來到尾都沒有設一個標準 就是說五分是 不值得一看 六分是這個 可以買票入場 十分是可以看三十次收藏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六分 至少以這一部來說 就是 它雖然有 故事太老套 沒有心意的這個缺點 可是 它最後的那一段 音樂演唱的呈現 又救回來 救回來 所以就讓它及格了 OK 非常好 大君主行動呢 講的是 美軍 這樣會不會接得太硬 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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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電影是 JJ亞伯拉罕製作的 那這部電影它原先 Bad robot Bad robot 原先是 原先是要放在科洛佛宇宙裡面的一個作品 對 可是後來他們還是決定說變成一個獨立的故事 對 那你剛才說他們是要到那個法國的那個前線後方然後去摧毀一個很重要的殿堂 然後在教堂裡面發現邪惡的納粹人體實驗 對有一個教堂 嗯 我覺得這部電影它是 我的感覺啦 它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戰爭電影 嗯 然後遇上了一部普通的恐怖片 嗯 它在戰爭的部分 雖然規模沒有像 《想叫人大兵》那麼壯闊那麼千軍萬馬 它的主要的盟軍的阿兵哥大概只有五六個人 然後他們對抗的德國納粹大概也才幾十個人 對 可是他們處理的非常驚心動魄 尤其是電影開始他們要空降之前 在運輸機上面遭受地面的德軍炮火襲擊 然後 嗯 飛機爆炸他們 急急忙忙跳傘 那一段非常非常的震撼 有一點像那個 湯姆克魯斯的明日邊界 他們一開始要跳機的那個那個那個感覺很像 那一段非常好 那他們逃到這個 他們跑到這個小村莊準備要開始他們的任務的時候 他們怎麼在計劃 怎麼樣去躲避納粹衛兵的追氣 然後以及他們真正開始執行這個作戰計劃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那他恐怖的部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在於說 他並沒有非常的有氣氛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夾雜了太多動作戲碼的關係 就動作元素太多 對 就有一點像是 反而驚悚的那一邊 對 沒有太多 有一點像是在玩德軍總部的電玩 那你覺得跟那個那個叫什麼 Milal Djokovic的那個叫什麼 惡靈古堡 惡靈古堡比起來 還是比惡靈古堡好啦 一耶 一嗎 我覺得惡靈古堡一 他的 他的風格 還有他的配樂 已經有一點經不起時代考驗 那非常兩千年代 我覺得這一部會比較 很久遠一點 對 那你覺得跟他比起來還是 動作場面還是比較多 惡靈古堡比較多 對 因為畢竟還是這樣子 對 不過我覺得大君主行動他的 他的那個恐怖的地方 好的地方在於說他的 他的暴力血腥是沒有 是沒有沒有被過濾掉的 是他們就是真的就是要走那個 限制級R級的路線 對 我覺得現在的恐怖片已經 很少有這樣子這麼大膽的作品 然後他們的一些特效 他們的化妝有很多是真正的道具 而不是去依賴電腦動畫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值得加強的 我只是覺得可惜不夠恐怖啦 對 那另外呢 這些電影的 這部電影裡面的幾個主角 也都非常非常的老套 這些阿兵哥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 是非常強悍的使館長 然後一定會有一個是 充滿正義理想 就是我要做對的事 不管任務怎麼樣 要去救該救的人 然後還會有一個就是 我回去之後要 要去找我老婆 要跟我老婆結婚 然後我回去之後要寫一個自傳 怎樣怎樣的 我也看現在那個人死了 對 你看到這些角色 然後你推想他們接下來 可能會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就會怎麼樣 這個是 就會讓你覺得說 你不太在乎他們 最後到底怎麼了 我打個岔齁齁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說為什麼我剛才聽的時候 一直在笑 因為 這段話我已經聽第三次了 我們第一次麥克風設定調到 -10分貝 所以沒有聲音 所以沒有聲音 第二次忘記看麥克風 然後我們現在在進行第三次的錄影 所以你會有看到我的眼神 你會看到我的眼神 是一個死亡的狀態 對我們現在是呈現在一個那個 今天暫時停止的回圈裡面 好 對所以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你要聽第三次 對 OK 我們接下來要講一個法國尼歐嘛 對不對 好不好 好不好 這部電影的女主角 他總有女主角吧 法國尼歐 對不對 這部電影的女主角是他們盟軍在這個小村莊裡面遇到的一個村姑 那他協助藏匿的這些盟軍 然後甚至最後也有一起拿著槍一起攻進這個教堂裡面 對 好啦這個法國尼歐的故事就這樣 法國尼歐扛著槍攻進村莊裡面 不是攻進教堂裡面 所以 所以 而且他會說英文 多剛好 他會說 他在倫敦念過大學 所以整個村莊只有他活下來 沒有沒有 有 有其他人 那最後有沒有活著你就自己去研究 只有一個最漂亮的 會講英文的 這個拿著槍的 對然後剛好 這個盟軍小對面也有會說法文的 所以他們能夠communicate 對啊 那 這群角色裡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飾演其中一位士官的 Wyatt Russell 他是寇特羅素的兒子 80年代著名的動作硬漢 之前對Wyatt Russell的印象是 他演過黑鏡的其中一集 然後他演過一些其他的喜劇 不過我覺得他在這一集裡面 他真的有 把他 有受到他老爸的爭穿 他有展現出那種硬漢般的那種 氣勢與威風 所以你覺得他的演技是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 而且他長的跟他爸實在很像 我覺得以後如果那個 有人想要拍紐約大逃亡 和洛杉磯大逃亡的續集 甚至The Thin 突變第三型的續集 對 然後想要用同一個角色的話 我覺得找他兒子來演 會的 我現在看覺得沒有問題 對 不像那個克林伊斯維特的 基本上呢 以我對於好萊塢的了解 嗯 遲早會拍的 遲早會拍的 嗯 可能不會是John Carver的拍 但是 遲早會拍的 對 好 那這部電影我跟 波西米亞觀察局一樣 也是給六分 喔 也是 有很多很好的優點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 很好的東西 他是很好 可是被一些東西拉下去了 這個跟波西米亞觀察局有點相反 是 可是最後都是六分 對 就是殊途同歸的一個道理 就是其實如果 他是一個 他如果專心拍戰爭片的話 搞不好好一點 對 但是他 你覺得他殭屍的元素 不夠 不夠恐怖 對 了解 拍成恐怖片 所以我就說現在要拍恐怖片 很難 很難 你除非拍超自然的 你雖然你要拍那種殭屍 然後拍沙爾姆 這種 都變成動作片 這種都會變得 就會變得有點cheesy 你知道嗎 我覺得 這個比較俗氣一點 然後就變得有點好笑 那最後只好走到動作片路子上面 所以我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次的 這個 呃 什麼 《月光光星荒荒》 嗯 因為我覺得 很難拍 我覺得這個 現在這個年代 現在小孩子收到這麼多 恐怖片的熏陶跟刺激 要拍一個 這樣子的斬殺片 真的蠻難的 對 所以大居住行動 不然給6分 嗯 然後這個 波西苗狂群 不然也給6分 整體來說 不然給了12分 以上是我們JBN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 對 對